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區新開的永安排骨 傳承40年的老味道便當店 那這家店是M粉開的 那今天就來吃吃看 好吃我就會說好吃 不好吃我還是會說不好吃的 認識歸認識 但是我還是要忠實評論 這個店的位置就是在 之前那家海南雞飯的位置 旁邊有一個蜜世界鮮果廣場 用餐區就小小的大概兩三桌而已 其實這裡之前開過很多店家都掛掉了 這邊有好幾種我應該一次也吃不完 魯雞腿 東坡肉 永安排骨飯 花枝排飯 像素雞腿飯 鱈魚排飯 好那這位就是上次在這個 粉絲會有出現過的M粉 他現在背對我們 小姐妳好 小姐妳好 好 那現在現在應該規定的招牌就是排骨飯 好 那我就要點那個永安排骨飯 好的 這邊吃 對 那老闆上次有講到說東坡肉也是招牌 對嗎 對阿妳要吃看看嗎 好 那我就這個 算是東坡肉 然後單點排骨好了 好 嗯 看明明開多久 開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好新的店 那營業時間可以問一下嗎 營業時間到11點到 下午2點 對2點 然後說5點會再開始 到 2點 然後休息到5點 對 然後5點到 到7點半 到7點半 OK 好 好 那就從這個M粉老闆最推薦的東坡肉 加這個排骨吃吃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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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開店 好 欸 噴火了 肥滋滋的 他能吃肥滋滋的 肥滋滋的 OK 好 那應該也會很好吃 除了肥滋滋也要好吃才行 OK 那這邊就有很多這個花欄 祝永安排骨生意辛龍 好 那排骨就是那種 調 調好粉的那種 下油鍋去炸 現點現炸 這樣應該會好吃 好 那小姐就手起刀落 好 這是店裡附的麗湯 裡面還有大果 還不錯 這樣看就知道這個湯頭應該是不錯的 好 那現在就喝喝看湯頭 這個是 海帶跟蛋花 嗯 還不錯 符合心中的期待 雖然是麗湯 但是還蠻好喝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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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個 有放大果的話 還是有差啦 有用心就是 會覺得比較好喝 好 OK 那這個是湯的部分 再來吃看主餐 好 那這個就是我點的雙主餐 永安排骨飯加東坡肉 好 老闆建議說這個 排骨不要切是最好吃的狀態 好 那我就把畫面放到主餐的部分 那配菜就算是這個 配角 就直接從主餐開一次 就直接從主餐開一次 好 相信老闆沒用心的 應該會很好吃 這個 我對他有相當的期待 好 還有酸菜 吃看看 這個M混 嗯 香酥香酥的 然後這個 先是甜甜的味道 再是鹹鹹的味道 然後他還有這個 中藥材的味道 有五香粉啊 胡椒粉一些調味料 還蠻好吃的 就是一種古早味 感覺好像有點像這個 以前永和消失的一間 叫阿四排骨 欸 不對不對不對 阿四排骨是滷排骨 說錯了 都是那種古早味的味道 古早味 好 不好意思喔 更正 嗯 蠻好吃的 好 肉也夠厚 不錯 算蠻用心的 喔 喔謝謝 好 這樣吃起來就蠻開心的 嗯 好吃 好 那排骨的分數 我覺得是95分 還不錯喔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老闆又很用心 蠻不錯的 還有這個 一點點胡椒粉 不錯 應該是黑胡椒吧 還蠻好吃的 肉汁蠻多的 好 那個排骨飯蠻好吃的 排骨啦 好吃 好 那既然是M粉 對我就非常的了解 那馬上端出他們這個店家的絕活 肥滋滋肥滋滋的東坡肉 好 現在就吃吃看 好 除了肥也要好吃 這個是重點 好 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蠻用心的 應該會好吃 好 感覺它在東坡肉就是有用冰糖去燉煮 冰糖 應該是米酒吧 花時間去燉煮的 好吃 好 燉煮的很好入口 好 這個不一滋滋不錯 這個肥肉加瘦肉總是特別的迷人 還有這個白飯 好 這樣吃起來就是 比較粗俗的那句話 比較爽 比較過癮 真香 好 還有抓到重點 還有點酸菜 這樣你 稍微感到有點油膩的時候 就用酸菜壓下去 嗯 好 好吃 相信喔 相信如果說這個 酸菜不夠跟老闆要 他應該還會再給 然後他再忙就 不打擾人家 喔 充滿這個膠質的確很好吃 的確很好吃 雖然是新開的店 但是算是老味道 古早味 還蠻好吃的 嗯嗯嗯 肥 肥 肥肥肥肥肥肥肥 滾 瘦肉的部分也很好吃 好 所以一塊肉上就可以吃到很多種特色 有肥有瘦這樣子 然後也蠻好吃的 但是如果以這 這一個 主餐來看的話 酸菜稍微偏少一點 嗯 嗯 但是吃的很貴 排骨跟這個 東坡肉都很好吃 那東坡肉的分數 我覺得是 98分 嗯 然後配菜只要新鮮就行了 嗯 嗯 哎呦 破菜也蠻好吃的 不錯 蠻用心的店家 這樣我吃到覺得 很開心這樣 嗯 蠻好吃的 牛肉蛋 松椒肉丹 牛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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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覺得這裡的便當還蠻好吃的 雖然是我的粉絲開的 但是我是認真評論 不好吃我會講不好吃 但是確實還蠻好吃 好 各位也可以來吃吃看 看老闆有沒有因為是粉絲來 就打折整個5塊之類的 沒有那是我自己講的 那老闆並沒有答應我 哈哈哈 但是至少還蠻好吃的 滷汁也蠻香的 在這個有限的價格之內 100塊之內 這樣子算是很好吃的店家 不錯 就像我講的 剛剛這個東坡肉 如果山菜多一點的話 會更加的美味 不過當然這個會比較耗成本 就看個人 如果你比較喜歡吃酸菜 就跟老闆要一下 他應該會給你 但是整體來說是不錯的 好老闆 恭喜你開店了 謝謝 那排骨的話 您覺得好吃有什麼秘訣嗎 能夠透露一下 這是傳承媽媽的味道 我從四十多年前 我從小的時候 就在那個雙蓮 雙蓮君在那邊 在那裡其家的 然後就是這個味道 我就一直在傳承 之前 差不多十多年前 那時候也在桃園開過店 但是通道景氣不好 對 今天有這個機會 再也回這邊 以後重新把這個味道 給各位觀眾吃 那如果M粉來吃的話 你覺得會 嗯 一定會讓他們滿意 哦這樣好 哈哈 吃吃味道 味道 這種東西是不會騙人的 是 對啊 好 那東坡肉的話 就是 花時間去燉煮了 對沒錯 限量版的嗎 限量我們每天都有 那個就是 那個有限量在 啊我們都是用那種上等的 所以要找一塊肥脂脂的 給大叔吃也很好 哦這樣 因為那個都是瘦肉 瘦肉跟鮮肉的那個層次 都不會說很難 對 沒錯 嗯哼 那目前有公休嗎 目前禮拜天 目前是禮拜天 對然後那個 從 中午11點到下午2點 然後 下午5點到8點 哦OK 了解 好 那老闆就恭喜你啊 好謝謝你 謝謝 好那最後就是 這間店的名片 永安排骨 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區水源路6號 然後營業時間 已經 老闆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好那目前吃起來覺得這個店家都還蠻用心的 可以來吃吃看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拜拜